12月19日消息 中国南蓝队员正在广东清远基地进行隔离训练 19日晚 后卫郭爱伦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段与赵继伟的搞笑和拍视频 讲的是队友之间的内卷 这期视频的标题叫队友间的假动作 郭爱伦和赵继伟坐在篮球场边聊天 郭爱伦依然戴着他那顶豆笔的帽子 赵继伟说走啊吃饭去啊 郭爱伦却回答你先去我打个电话 等赵继伟刚起身 郭爱伦左手马上举起哑铃训练 赵继伟马上回头问他你给谁打电话呢 郭爱伦面不改色的撒谎给对象 赵继伟说没训练吧 郭爱伦回答说没训练 结果等赵继伟一转身 他马上举哑铃 赵继伟猛的一回头 哎可不能训练啊 郭爱伦淡定回答不训练 两人就这么一来一回几个回合 赵继伟突然一转身就看到了郭爱伦手中的哑铃 赵继伟随后坐了下来 瞟了一眼郭爱伦的哑铃 大侄子表情十分尴尬 赵继伟问道你哪有对象啊 郭爱伦仿佛恍然大悟 对啊我没有对象 哎呀妈呀我没有对象 随后他把哑铃往地上一扔 起身跑了他还大声叫道不练了 郭爱伦在微博上爱特了赵继伟 你这波操作属实扎心了 赵继伟回复他赶紧找个对象 郭爱伦说下次训练肯定告诉你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 你在这偷偷训练卷继伟呢 你要善良 还有就是帽子该换了吃点药吧 不然真找不到对象了 给继伟晃迷糊了 有啥对象啊你 来自已婚男士的嘲讽 你哪有对象啊 赶紧找个对象吧 伦己再不找对象君哥儿子 都要学会撩妹了 继伟赶紧给介绍一个 给他介绍个嫂子的同事什么啊 让君瑞给他介绍个吧 指他自己找 那是够呛了继伟 你赶紧给我离他远点 再传染下去可完了 为了不找对象 训练都不偷着了 今天的纪伟好帅永远之爱 双紫星其他啥组合都只是过客 赵纪伟演的 看起来比你演的 要好那么一奶奶